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盛夏酷暑啊 很多人都愿意去海边去度假避暑 就像歌曲里面唱的 阳光 沙滩 海浪 仙人掌 这样的美景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啊 可是有很多人并不知道 就在这波光淋漓 浪花朵朵的景色背后 还可能暗藏着陷阱 一旦不经意落入这些危险的境地 浪漫的海边之旅就可能变成一场噩梦 那么这些陷阱究竟在哪呢 您看看下面的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中部 由八个主要岛屿 一百二十四个小岛 以及环绕在小岛附近的岛礁组合而成 它呈湖状横贯北回归线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圣地 故事的发生地瓦湖岛 是夏威夷第三大岛屿 该州首府檀香山 著名海军基地珍珠港 都在这个岛上 每年这里都会迎来超过四百万名游客 他们在这里享受沙滩 阳光和冲浪的乐趣 修吉和卡家是一对情侣 他们也来到这里度假 海浪时不时地排挤着岩石 被激起的水雾在我们身后飞溅着 夏威夷群岛是全球著名的火山岛 也是太平洋上有名的火山活动区 经过数百万年 喷发的熔岩形成火山岩石 并在海底堆积起来 海底火山上升至海平面上 形成了夏威夷群岛 而断裂的地壳抬升后 形成了海边壮观的火山崖壁 悬崖顶部高出海面大概有六米 二人被壮观的景色所吸引 并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危险 突然又一个巨大的海浪拍打过来 大量的海水飞溅上来 把我们都拍倒了 修吉倒在地上 摔伤了手肘 看到他受伤后 我想过去扶他 可就在这时 又一个大浪拍了过来 巨浪退去 悬崖上的修吉不见了蹤跡 救援人员迅速赶到 然而在悬崖四周的搜寻 并没有发现修吉的身影 他被海水冲到了哪里 他还有生还的可能吗 修吉和卡加欣赏海浪的地方 是著名的威吉基海滩 您看这个地方 碧海蓝天 金黄色的沙滩 是美不胜收 可是您也许不知道 就这片海滩 还以巨浪滔天而闻名于世 我这么跟您说 如今的这个冲浪运动 就是在这里发端 走向世界 相传当年土著国王和酋长们 经常在此举行冲浪比赛 这种运动呢 是以海浪为动力 每年的冬天和春天 从北太平洋涌来的海浪 浪高可达四米 在巨浪的推动下 冲浪者可以轻松的滑行近千米 可是这样的巨浪 要是拍在身上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夏威夷当地人都知道 海洋的力量非常强大 而且喜怒无常 但游客并不了解 海洋的节奏和变换模式 他们会兴奋地跑到海边去拍照 但是巨大的海浪 会将他们瞬间拍倒 而回卷的海浪 会将人拖进大海 当他们意识到这一危险过程 恐怕为时已晚 那么袭击休息的海浪强度 究竟有多大难 现场的海洋专家测量了海浪的等级 事发的浪高是2.5米 海浪间隔为14秒 相当于每分钟有4个海浪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海浪是一个风暴产生的 风暴在地平线以外 约1500海里处 按照国际日期变更线计算 风暴产生于三天前 海浪拍打在崖壁上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迫使海浪飞降而起 如此一来 海浪的高度 可能是普通海浪的3到5倍 气象学家介绍 2009年 在席卷太平洋的风暴作用下 像为一群岛 甚至出现了高达15米的巨浪奇观 这些海浪的移动时速 大约是40公里 由此产生的力量 相当于龙卷风的力量 风暴加大了浪高 在突然起来的巨浪火鞋之下 胸脊几乎不可能有逃脱的机会 在悬崖下方 有经验的救生员 已经搜索了半个多小时 却依旧没有发现落水者的任何迹象 据卡家描述 他在巨浪袭来之后的第一时间 在崖顶私下瞭望 就没有见到修吉的身影 那么被巨浪卷入海中的修吉 究竟坠落在哪里呢 如果在拍击瞬间 他已不幸遇难 可为何不见尸体 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我们只能竭尽全力进行搜救 我们必须了解水流的走向 海浪从哪里涌出来 以及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当然我们都希望他还活着 这时熟悉地形的救生员 想到了一个地方 悬崖下方的某一人洞穴 这一推测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因为那是个极其恐怖危险的地方 所谓某一人洞穴 其实就是火山喷发后 留下的熔岩隧道 火山喷发 这是地球内部能量 剧烈释放的一种地壳运动形式 返随着地动山摇的爆裂声 炽热的岩浆喷涌而出 流经之处啊 不管什么生物 瞬间化为灰烬 这个火山喷发的模式是多种多样 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属于爆裂式喷发 而夏威夷火山呢 则属于宁静式的喷发 从地球内部熔融地漫 生涌出来的岩浆 缓慢地冲破太平洋板块的地壳 并蔓延开来 岩浆凝固之后 出了海平面 形成了火山岛 夏威夷火山呢 经过数亿年的喷发 不断造就新的岛屿 串联成了夏威夷群岛 直到今天 夏威夷的莫纳罗亚火山和基拉维厄火山 还是地球上公认的最活跃的火火山 而岩浆 流淌的这个通道形成了熔岩管 冷却之后呢 就成为了类似隧道的洞穴 一般来说 夏威夷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熔岩隧道 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绳状熔岩 一种是多石熔岩 绳状熔岩是粘稠岩浆冷却的结果 熔岩隧道的洞较为光滑 但是多石熔岩就非常危险了 它是一种粗糙破碎的熔岩流 凝结而成 这样的洞壁岩石坚硬突出 临寻恐怖 如果人体撞击上去 后果不堪设想 而所谓的毛衣人洞穴 正是多石熔岩洞 它们就像猛兽张开的大口 不知吞噬了多少落水的游客 以及本地的渔民 当地人把这些洞穴称为世人洞 这里以前就死过人 我记得死过一个小孩 一个游客 还有附近的渔民屋 毛衣人洞穴就在崖壁下方的海岸边缘 有的露出海面 有的隐藏于海面以下 洞外巨大的海浪 会在瞬间把落水者冲进洞中 在洞里 落水者会坠落在犬崖交错的岩石上 那些锋利突出的火山岩 如果刺穿身体 足以致命 感觉就像是浑身都被刀子捅了 又像是四周放了了炸药 你随时会死掉 就在救援人员赶到修吉 升还希望渺茫的时候 一名救援人员说 他好像听到了一个声音 我们听到修吉在喊救命 他在洞里面 修吉竟然真的被冲进了毛衣人洞穴 而且还活着 这一奇迹让现场的所有救援人员 既兴奋又紧张 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 该怎么把修吉救上来 洞口的巨浪超过了六米 救生艇几乎无法靠近 更不要说进洞了 而且修吉落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 他的体力还能支撑多久呢 前面说了毛衣人洞穴 在熔岩馆当中有多种洞穴堆积物 其中包含了飞溅状 犬崖状或者管状的各种熔岩石 这种岩石在洞内随时都威胁着修吉的生命 最为关键的是 还从来没有过在毛衣人洞穴当中 成功生还的案例 那么修吉能够创造奇迹吗 直升机升至空中 盘旋在洞口上方 做好营救准备 救生员驾驶摩托艇准备冲进洞口 所有人都在喊叫着 在巨浪滔天的洞口 他们也许只有一次机会把修吉救出来 两位救生员尽量靠近洞口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快艇废了 亭里全是水 连引擎舱都进水了 真是太糟糕了 快艇被洞口尖锐的胶石死灵即将铲没 救生员也落入水中 直升机甩出一根绳索 把快艇拖上了岸 两位救生员幸好有着水中求生的技能 他们游回到不远处的救援船上面 而恰在此时 修吉突然出现在洞口附近 修吉被一个大浪拍在了礁石上 紧接着他又一次被海浪冲进了洞里 现场的情况非常紧急 在密集的海浪冲击之下 耽搁时间越长 修吉生还的希望就越渺茫 救援队迅速更换了一艘快艇 再一次来到毛一人洞口附近 可修吉早已不见踪影 时间紧迫 救援人员决定冒险游进毛一人洞穴 我只能把快艇倒着开进洞里面 动作要够快 否则鳄儿会被吸进洞内 此刻救生员和修吉一样 在致命的海浪里挣扎 万分危险 可是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搜索 依旧没有结果 这时有人提出 是否可以让救生员顺着崖壁垂直下降 进入毛一人洞中寻找修吉 然后再攀缘崖壁回到岸上 因为火山形成的粗糙岩壁上 有很多凸起可以作为支撑点 但是救援专家却认为这绝不可行 因为他们曾经做过一项类似实验 模拟险浪冲击下 人们能否通过攀岩安全逃生 当时他们准备了一面八米高的攀岩壁 参加测试的两名攀岩者 一个是老手 一个是新手 在干的时候 比如这面墙 熔岩石会提供很好的手脚支撑点 所以我想在岩壁干燥的情况下 修吉应该是有机会爬上去的 但前提是 他的体能和平衡感都得很正常才行 实验显示 在干燥的情况下 即便是初学者 也可能在垂直的岩壁上登顶 但是修吉和救生员面对的 却是湿滑的岩壁 情况会怎么样呢 研究人员利用消防软管模拟拍打岩壁的海浪 岩壁很滑 所以抓牢岩壁 就会变得困难得多 更糟糕的是 能见度也差了很多 在岩壁上 你很难找到合适的抓位和落脚点 结果 就连有经验的攀岩者 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可见攀爬湿滑岩壁非常困难 而修吉和救生员面对的情况 比实验环境还要困难得多 因为熔岩石往往很脆 它的支撑点很容易出现断裂的情况 同时 密集的海浪也无法让它们直线攀爬 此时据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搜救人员推测 修吉很可能已经在洞中遇难 即使没有被海浪拍击在那些临巡岩石上 恐怕也早已筋疲力尽 体力不支 可恰在此时 修吉却再一次出现在洞口 他可能下决心生死在此一举 于是他又试了一次 救援机会再一次出现 可不幸也再次发生 又一个大浪拍过来 修吉瞬间消失了 这时候现场的海洋学家提出一个方案 因为经过观察发现在两次海浪之间会有14秒左右的间隙 这短暂的14秒可能就是冲进洞中救出修吉的唯一时机 救援队在试图寻找海浪的空隙 而时间却越来越紧迫 然而就在救援队努力寻找这一黄金一瞬的时候 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危险的征兆 人们发现水面正在上涨 大海已经开始涨潮 按照这样的速度 也许再过一个小时 这个毛衣人洞穴将被淹没在海面以下 那样一来 修吉就完全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这样的场面 让现场专家想到了另一起洞中救援的案例 1999年11月 法国南部格拉玛特镇的七名男子 经过几个月精心准备 进入了当地威塔雷特斯洞穴探险 这是一个大溶洞 里面四通八达 有地下河流连接 但是整个洞穴的出入口却只有一个 是一道40米深的狭窄竖井 错综复杂的结构吸引着探险者的到来 然而 这七名男子的洞穴探险 却成为死亡之旅 当他们在洞穴里心上美景的时候 洞穴外面已经连续降水12个小时 降雨量达到了62毫米 地下暗河的水位暴涨 顷刻间大水灌满了整个通道 也堵住了他们唯一的出口 这种情况就如同眼前的毛衣人洞穴 那么洞穴中的被困者究竟面临哪些困境呢 首先是寒冷 11月的地中海地区 地面气温虽然不是很冷 可是洞内因冷超湿 温度只有8到10摄氏度 七名探险队员已经冻得浑身发抖 其次是上涨的洪水使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 而且洞穴中的空气在逐渐减少 冰冷的地下河与洞顶岩石之间形成了一个密封的空气囊 他们多吸入一口空气 氧气就会少一分 而每次他们呼出一口气 周围的二氧化碳气体就会多出一分 当二氧化碳含量严重超标时 被困者就会呼吸困难 身体抽搐 昏迷甚至是死亡 如果洪水将整个洞穴填满 他们即使不被淹死 也会因为缺氧而憋死 然而 此刻休息面临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首先 海水处于涨潮阶段 它的上涨不会停歇 这个毛衣人洞穴 本来就只有在落潮时 洞口才会浮出海面 涨潮时完全不见踪迹 而且巨大的海浪 还随时有可能把休吉击碎在岩壁上 而格兰玛特的七名探险者 要比休吉幸运得多 因为后来大雨停歇 地下河水位很快下降 再加上救援人员的不懈努力 在被困的第十天 这七位被困者终于从地下世界返回到地上 就在人们还在争论是否要改变救援方案时 休吉再一次浮出洞口 而此时快艇恰好被一个巨浪推向了洞口 一名救生员果断跳入急流 救生员抓住休吉把他拉上快艇 就在现场刚刚发出欢呼之声时 救生员因为抓不住快艇 两人一起落入海中 被卷入巨浪 他们掉下去的时候 休吉的情绪非常激动 恶儿想让休吉放松 这样他俩才可能不被淹死 海浪随时会将二人拍向悬崖和礁石 抓住救生员的休吉已经气息微弱 我知道恶儿还被休吉抓着 所以我就慢慢靠过去 先把他们拖到安全的地方 再绕过来让他们回到板上 这场生死救援最终创造了奇迹 救援队把两个人都带到了岸边 休吉的身上布满了伤痕 就像被刀割遍了一样 上百处的伤口让休吉的状况十分危险 他们把休吉送往医院 医生为休吉止血 并努力让他的体温上升到37摄氏度 休吉最终被奇迹般的救火了 体检表明 休吉的头部和重要器官都没有受损 他在毛一人洞穴里坚持了两个半小时 终于逃脱了死亡的魔招 多年以后 休吉对那件事仍旧记忆犹新 和卡加在悬崖上游玩那天的海浪 阳光以及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他都铭记于心 被卷入大海的感觉就像是被放进高速的洗衣机 我不是游泳高手 也不懂冲浪 但我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 一直以来我始终没有搞明白其中的原因 不仅休吉自己对死里逃生的经历感到不可思议 这一案例 让从事海上救援研究的科研人员也十分好奇 在两个多小时的救援过程中 存在着一系列解不开的谜团 比如在海浪的强烈冲击下 血肉之躯的修集 为何没有因撞击悬崖和礁石而遭受致命伤害 在毛一人洞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科学家决定成立科研小组 还原事件原貌 并通过一系列实验 来验证这一奇迹发生的概率究竟有多大 在科学家的眼里 这个案例充满了未解之谜 休吉是如何躲过巨大的海浪 坚硬的岩石 还有世人洞穴里面一系列连环杀手的呢 在毛一人洞穴之中 他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科学家迫切想找出事件背后的真相 因为这也许是人类认识海洋的一个最好的契机 于是一个科研小组决定 要冒死进入休吉被困的洞穴去寻找线索 那么他们能够找到答案吗 他们将经历怎样的遭遇 遇到怎样的危险呢 咱们明天接着说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陈志峰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就在这波光淋淋浪花朵朵的景色背后 还可能暗藏着陷阱 一旦不经意落入这些危险的境地 浪漫的海边之旅 就可能变成一场噩梦 那么这些陷阱究竟在哪呢 您看看下面的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中 金头拍案 永可失踪 夏威夷海滩 南道暗藏世人洞窟 巨浪拍击 临巡隧道 落水者能否收还 致命海浪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滩 海浪 仙人掌 这样的美景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啊 可是有很多人并不知 他们在这里享受沙滩 阳光和冲浪的乐趣 修吉和卡加是一对情侣 他们也来到这里度假 海浪时不时地排挤着岩石 被激起的水雾在我们身后飞溅着 夏威夷群岛是全球著名的火山岛 也是太平洋上有名的火山活动区 经过数百万年 喷发的熔岩形成火山岩石部 由八个主要岛屿 一百二十四个小岛 以及环绕在小岛附近的岛礁组合而成 它呈湖状横贯北回归线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圣地 故事的发生地瓦湖岛 是夏威夷第三大岛屿 该州首府潭香山 著名海军基地珍珠港都在这个岛上 每年这里都会迎来超过四百万